這個會錢100多萬 我就去幫他跟會頭簽收了 然後也點對 然後我就 好 我就一趟車到桃園去 我就把錢送去醫院給他 你知道隔天我代表的女兒 打電話給我 他說阿姨 媽媽那個同事已經搬走了 然後錢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媽媽也哭 然後我大姐也撞牆撞得頭都腫起來 他就是 根本就是落跑 為了這個事情我大姐也自殺 我大姐去撞牆 然後我姐姐抱著她說 突然把房子賣了 給我 可是她是我親姐姐 以前我們家不好的時候 我姐姐很照顧我 所以我不可能叫我姐姐 去賣房子來陪我 歡迎光臨街的女人我對她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的故事的這些人 我覺得他們都是最最慈悲的 心地最善良的好野人來著 怎麼說呢 沒有 每一個人都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對 但是跟現場這些人借錢 都不用還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就好而言 沒有到 沒有還 是我們遇到都沒有要還我們 但是也沒關係對不對 我們不好意思用殘忍手動 他有不好意思 而且有的時候暗示他一下下 然後那些人都還聽不懂 對 然後就裝傻 然後就動之以晴 讓你覺得你這樣子是很對不起大家 對 他們這些人到底是 在現場的這些好野人 心地善良的人 到底上輩子做了什麼孽 請教譚老師 謝謝 你跟星座有關 怎麼那麼好騙 我開會的時候 聽到你的故事超瞎的 不管你的理由在瞎 但是就是會感動他們 真的 不然先來直覺測驗一下 好 我們來直覺測驗 好 測驗很簡單 反正現在大家都飛來飛去 你出差飛行 途中翻雜誌 在飛機上有時候很無聊 好 那些雜誌也都是 滿大本的那一種 講世界趨勢的 那你讀了哪一篇呢 打開 有這一篇吸引你 一 分析將有什麼世界災難 也許哪一國跟哪一國要打仗了 也許地球暖化以後 哪些地方沒有了 你滿想了解一下的 二 黃室報導 他們的大婚 生子 或者是系數歷任的美麗皇妃 想一下我們也要麻雀變鳳凰的可能 三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報導 為什麼他要收容游民 不是 難民 對不對 他獨牌綜藝 然後成為女英雄 別人覺得他是女英雄 可是可能他要面臨很大的壓力 你很想看看他是為什麼想贏 就是這個人滿有正義感的感覺 來 四 最近的商業趨勢或金融想像 怎麼沒有Fashion的呢 對啊 他有那個美麗商量流氓的感覺 這動物 是兩千八五的男生會看 對啊 好嚴重 就是我故意不講Fashion的 因為Fashion的你們全部都會選擇 對 剛剛還有什麼好選的 只有這四個就要憑直覺來選 請直覺 出差旅行途中翻雜誌 你讀了哪篇文章呢 請一直覺作答 選好了就請老師來公布答案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測的是 來 在朋友眼中 妳很容易怎麼會冤大頭 天啊 小甜甜跟我選一樣的 因為大家跟我們借錢借我 我們都要小心沒解周轉 天啊 講妳的故事 我沒選一樣的 小甜甜故事妳也會 就是感同身受 因為我之前就有一個 男生的好朋友的哥們 然後他就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那個好朋友 男生的好朋友 後來他就到國外去工作了 於是他跟他的女朋友 就遠距離 有一天他這個女朋友 就打電話跟我講 然後就說我跟妳講一件事 可是妳先不要讓那個 某某某知道這樣 然後說好 怎麼了 他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想說 對 但我自己想說可是 對 可是妳們怎麼這樣 因為男生不大 遠距離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會這樣子 但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朋友 對他是認真的 所以根本不需要剁台 因為他一定會負責 他也本來又想要結婚 他就說 然後我就心想說 小孩不是我朋友的 那妳就先立正老婆 對 妳以為我朋友是郵差 就是綠的要命 那怎麼可能 然後我想說 那就是是誰的 他就說他被強暴 他 可是我就想說這事情很嚴重 然後我就問他說事情怎麼發生 他就跟我講說有一天 他要去機場接我那個朋友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沒有等到 我那個朋友 然後打他手機也不通 結果他就覺得奇怪 可是後來他就看到 有一台黑色的車 他就想說那不然他先走好 因為等很久 怕說是不是飛機霧點或什麼 還不能一直在那 然後我就說那黑色的車 那妳幹嘛上 他就說因為機場有一些排班的車子 是私人的 他就想說那應該就是私人的車子 然後他就上去了 然後他說後來他就上去之後 才發現說他被摘到山上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可能 那麼爛的故事 可是我很相信 因為他就講了 因為妳飛機有那個 都有一個電子看法 但是他很完整 他就講了他的電影行李 他在哪裡 然後上了黑色的車子 然後他就說 就是有一個人負責開車 然後後面就是後面 他坐在中間被放到中間 然後有兩個男生 這怎麼可能 有一種是教課的是不是 那種野機車的車 他就講到這個重點 就湊人士的那種 對 湊人士的 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合理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他開了路一些 他說他一上車的時候 就被農有金了 說他不知道開往哪裡 然後後來之後 他在過程裡面 他大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就是如果 就是要嘛就是讓他們怎麼樣 不然他就會殺了他 然後我就想說 後來到底怎麼樣 他就說 他就選擇讓他們怎麼樣 然後他說最後是被丟在山上 然後他們車子就開走了 然後他就他自己下山求救的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發現他懷孕 他應該作為是報警 可是他沒有去報警 他沒有報警 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當然他也不知道他懷孕了 可是他也不敢把這件事情 跟我那個好朋友講 因為他怕 他怕說他會在乎這件事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好 欣明姐妳已經入戲了嗎 可是我當下真的 對 我跟你講 我當下真的 我真的相信 然後我就問他說 這樣子要多少錢 然後就說 他有問到一個私人的 然後要2萬 然後他說他現在真的沒有錢 然後就好我先匯給他 那我就匯給他了 那之後我還是覺得很不安 但我的不安是在於說 我很擔心那女生 然後我就問我那個男生朋友 就是我想要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幹嘛什麼的 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他找到跟他分了 我說你們分了 為什麼 他就說你知不知道 他是詐騙集團 我說他 我說詐騙集團什麼意思 他就說你知不知道 他被他發現是他有兩支手機 然後他有一支手機他不知道的 反正之後他會抓包 是因為他有一支手機一直想 後來他看見是 那個手機是他在接Case的 他就說 他在做S的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想說所以你們分手了 所以我就把這件事情跟他 就是跟他講 他說這那麼瞎你也相信 他騙你的 我都被騙了 我被騙這麼久 然後我才相信 我也會相信你 你們同一組的 對 因為我們早就分手了 我一定會先帶他去報警或什麼的 來... 妳容易成為冤大頭嗎 你們冤大頭的指數 80 也還好 差勾 差勾 可是真的很值得相信 哪裡 心太軟了 你們少在那邊 我們才80 對 可是更高的 我跟你講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也覺得很值得相信 而且這次發生在比較近 就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跟我講說 現在講很蠢 但我當然真的相信 他跟我講說他在桃園 然後被四個外勞打 可是我就說為什麼會被打 他說他不知道 他就說他那天就在便利商店門口 然後就坐著在那邊抽菸等等 突然就有四個外勞過來打他 然後打完之後他就外勞就跑了 這個我會相信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後來他就說他就 就有人送他去醫院 然後我說你現在狀況 他就說他就是手跟腳 就有點就是 不知道是骨子還怎樣不能動 然後我就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就說現在就是他需要錢 因為就是他醫院的 住院的什麼什麼錢 然後他又沒有保險 我覺得這很合理 然後我就說 我要不要拿去給你在什麼醫院 他說你不要那麼麻煩 因為他說他是在桃園 這樣還有一趟路 然後他就說我會給他就好了 他可以直接領這樣子 我說你方便領嗎 他就說他 我很聰明的 我還說你方便領嗎 他就說 因為他手跟腳這樣包著的話 就是坐輪椅他還是可以領的 他有跟我講得很細 可是合理 然後後來我就會錢給他 也是兩萬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借兩萬 後來我就想說 我想要關心一下他的情況 可是已經過了一陣子了 然後我就上FB 想說看一下他的狀況 因為現在人什麼時候POFB 然後我找他之後 奇怪 我怎麼找不到他 我想說可能他改名字 因為有時候會自己換名字 然後我怎麼搜尋 都搜尋不到他 然後後來之後我就想說 人心應該不會這麼壞 但是也有可能發生 我就把我的帳號登出 就是又沒有登入狀態 去搜尋那個名字 搜尋到了 他放過你 然後他的那個 因為他是公開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的生活 他生活手沒亂腳 沒亂開心的不得了 還當你打卡 就拿你的臉外出像是啦 對啊 可是後來他就最後封鎖我了 好低級喔 可是我也相信的 可是人格才只能玩 可是這個故事滿那個的 這個很真 可見你上一個高 可見他應該有真的被打你 對啊 因為這個很可憐 你有跟他用掉錢嗎 怪怪的 後續他就封鎖我了 哪裡怪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所以我都覺得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更近的 大概約莫上個月或上上個月 才發生 還有一筆 另外一筆 對 可是這個 我跟你講我本來就覺得 我現在變聰明了 就是我遇到這件事情 我還找長輩 然後後來長輩又告訴我是假的 但是最後還好我有幫他 你們來聽這個故事 就是一開始就是我先在LINE 就是這個人敲我的LINE 然後他也是一個長輩這樣子 然後他就突然敲我 他就跟我講說 他是誰 誰 誰 然後他現在有點狀況 需要跟我周轉一筆錢 然後我現在很聰明 我就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就先 第一個 因為我身邊最長的長輩 就是寶爸 我就先傳給寶媽 然後寶媽就跟我講說 LINE這種東西都是騙人的 你不知道LINE有詐騙嗎 然後我就回他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騙子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不要不相信我 我可以證明 他換微信敲我 他就說真的是我 結果他也有我的微信帳號 所以他就是真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現在的狀況 他在南部 他說他現在的狀況 就突然錢 他也被騙錢 然後做生意失敗 他現在已經走投無路了 而且淪落街頭 已經好幾天沒有吃飯了 希望我可以幫他忙 讓他度過難關 我記得很清楚這段內容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一篇 然後拍下來我傳給寶媽 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這事情有點嚴重 因為他不可能為了騙你 然後還寫這麼多文字 然後寶媽就說 現在這個年代 還有人走投無路 還有人淪落街頭 還有人沒有吃飯嗎 寶媽就說 那他為什麼可以上網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可以上網 然後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已經在警察局 在他們南部的警察局那邊 連他們警察局的Wi-Fi很久了 然後他說拜託你幫幫忙 然後後來寶媽就說 好 我就覺得他好聰明 寶媽說 他剛剛有說哪個分局對不對 你現在上網查 那個分局的電話 我打去確認真的 警察局那邊有沒有這個人 然後後來之後 我就去網路上查到電話 就給寶媽 然後寶媽就打去了 然後他就問警察說 他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你們警察局的外面 門口附近有沒有坐著一個 大概怎麼樣的人這樣子 然後結果警察就去找 然後他剛好就去同時 那個人就要借起的朋友 也同時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你們剛才 你剛才有打電話來嗎 因為警察來跟我核對身分證 然後那個警察同時也回報寶媽說 有 我們這裡外面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他叫什麼什麼名字 都跟寶媽講 然後後來警察就問說 請問你是 他說沒有 是這樣的 我是小甜甜的朋友 小甜甜他想要幫助他朋友 可是他怕被騙 所以我打電話來確認 然後後來說寶媽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才知道說原來是真的 然後我跟寶媽後來討論 就快點緊急叫我們南部的朋友 然後送錢到警察局去給他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可是這差一點就害到這個人了 全部都是寶媽的功勞 因為這個案子是真的 但如果沒有寶媽的話 你這樣子無限制下去 你也有可能就是騙人了 你也會信 只是因為這一次剛好有寶媽做驗證 然後證明了是真的 他就跟法官講說 我在外面威脅他這個禮道 不給他50萬 我就要讓他全家死光光 然後那個法官就看我 然後你知道最理主的是 那個法官跟我說 神經病的那個法官 我真的很崩潰 我真的...